大家好,这里是土拨手炸记。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先回答朋友的一个问题。他问我,做了两期关于航天热房户和TopRock的节目,到底有什么用呢?对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对于普通的航天爱好者,了解热房户可能更多的是能够增加对航天知识的了解。但我注意到在我的观众里,25岁到45岁的观众占了接近55%。 对于这部分观众,如果您还在国内,如果您以前没有航天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最近又想在这一领域求职,有关热房户方面的知识,可能会对您参加航天总体、结构、气动等岗位的面试有一定的帮助。您在面试的时候找机会展现您对这方面的了解,无疑会是一个很好的加奔项。 好,问题回答完了,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纽约时报6月14号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也就是FA和欧盟航空安全局ESA正在调查为什么波音和空客会买到仿冒的钛金属。而且,这些钛金属有可能来自一家中国的供应商。 钛是航空航天供应链里非常重要的一种金属材料,主要用于制造飞机的机体、机翼、垛面、起落架、叶片和涡轮上的关键部件。 这件事件的起因是一家零件厂商在含有金属钛的零部件上发现了腐蚀空洞。 随后,为波音提供机身,为空客提供机翼的零部件供应商施碧瑞Spirit Aerosystems展开了针对钛金属材料供应的调查。 他们发现,他们在购买钛金属的时候获得的出厂文件是伪造的。 根据对这批金属材料的溯源显示,2019年,土耳其航天工业公司从中国供应商里获得了这批金属钛,随后把这批材料卖给了零部件制造商。 当时,取得这批金属材料的企业之一,意大利的国际钛金属集团,在2023年发现,这批材料和平时购得的材料有所不同,随后发现这批材料的出厂文件造假。 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卖出这批金属材料的供应商,伪造了中国宝鸡钛业集团,简称就叫做宝钛的出厂文件,把后者列为这批金属材料的制造商。 但宝钛集团表示,自己并非这批金属材料的制造主,这批金属材料的原始来源到底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 最近,由于问题频发,当地时间6月18号,美国参议院对波音公司CEO大卫·卡尔滑恩进行了听证会。 这种听证会我们应该很熟悉了,如果哪位朋友对美国国会的听证会还不太清楚,可以去看看美国国会对TikTok的CEO周寿兹的听证会,那个场面绝对是非常火爆的。 议员们并没有因为波音公司是美国公司,就对波音公司嘴下留情,听证会的过程同样是火光四舍。 在听证会上,参议员马吉·哈桑质询波音公司的CEO大卫·卡尔滑恩。 上星期,新闻界爆出,FAA正在调查最初来自中国的一家供应商的贾茂泰是如何装在波音飞机上的。 请问,是什么样的系统性失败,使得波音公司不仅购买了这批问题泰,而且在获得这些金属材料之后,不但未能意识到它是不合格的,而且还把它安装到了飞机上。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对此,卡尔滑恩的回答是,我们并没有直接购买这些金属炭,其实是我们的分供应商购买了这批金属炭,因此除非他们告诉我们,否则我们就无法知道。 但是,在我们知道了的情况下,我们会立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要知道,在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之后,我们就立即决定将终止对产自俄罗斯的炭的需求。 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唯一另外的一点是,我们所提到的那些零部件,就是供应商通知我们那些含有问题泰的零部件。 它们并非不合格品,它们是合格的。 News broke last week that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is investigating how counterfeit titanium, originally from a Chinese supplier, made its way into Boeing planes. What systemic failures allowed Boeing to not only purchase questionable titanium, but to fail to recognize that it was substandard once you had it in your possession and to install it in an aircraft? How'd that happen? Senator, I appreciate the question. We did not purchase the titanium. A sub-tier would have purchased that titanium, and we would not be aware until they raised their hand and let us know, in which case we would help them immediately solve that problem. Back when Russia invaded Crimea, we made a determination,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at invasion, that we would end our dependency on Russia for titanium, and we've done quite a good job. And the only other point, the material that we have seen, and the parts that our vendors have notified us of, has not been substandard. 其实,有熟悉两家飞机制造公司调查细节的匿名消息说,这些使用含有伪造出厂文件的金属太灵部件,可能被用在了2019年到2023年间出厂的部分波音737 MAX和787梦想客机,以及空客A-220机型上。 目前,无法查出有哪些航空公司拥有这些可能存在潜在问题的飞机,也不清楚这些飞机是否仍在服役。 对此,FAA在声明里表示,正在调查问题的范围,并确认使用这些零件制造的飞机是否存在着短期或者长期的安全影响,但目前无法得知到底有多少架飞机是采用了问题态金属材料来制造的。 波音公司的回应是,有问题的零件来自少数的供应商,迄今为止,他们进行的测试结果显示,这批材料的性能达到了使用标准,并且指出,为了确保合规,对于还未交付的产品,在飞机交付前,会把全部有问题的钛金属零件拆下来。 同时,他们还强调,现役的飞机可以继续安全飞行。 而空客则说,我们对来自同一供应员的零部件进行了大量的测试,A220客机的试航性没有问题。 但是,有消息说,在其他的进一步测试中,这批零件的性能无法达到部分标准。 目前,士比瑞、波音和空客正专注于继续测试这些含有问题材料的零部件,同时找出所有含有这些问题材料的飞机,并希望能够用最低的代价来替换这些零部件,或让这些飞机提早退休。 对此,我的感觉是,既然都出现了空洞和气孔,想必用这批材料制造的零件在性能上肯定是存在着一些不足,但这可能并不影响零件的主要性能指标。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这批零件就没有问题。 干过设计和质量的人都知道,主要性能指标,其实只是对性能的要求下限,而在客机上使用有缺陷的零件,无疑相当于让这些飞机带着隐患上天。 你不知道在什么极端的情况下,这些隐患就可能被触发,从而造成事故。 因此,还是希望波音和空客能够加以重视,尽快地消除这些隐患。 到这儿,本来故事就该结束了,可我偏偏在新浪财经上看到,转载自环球网的环球时报记者周扬的一篇文章。 文章的标题是,飞机指控问题频发,波音CEO面临国会质询,承认不太完美。 文章的链接,我打在节目的说明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查阅。 在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很有趣,我下面给大家念一下这段话,大家也可以直接看屏幕上红色方块里的文字内容。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4日刊文称,美国航天供应商,势必瑞航空系统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波音和空客有可能使用了假文件出售的钛合金部件。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正在调查,上个月,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运营的一架波音737MAX飞机在高空飞行中发生荷兰滚现象,这种现象以荷兰溜兵者的摇摆动作命名,具有潜在的危险。 在屏幕的右下角,我把参议员马吉哈桑在听证会上问题全文的截图贴了上去,还有,我也闲着没事,顺便问了一下call pilot,什么叫荷兰滚,至于答案,大家还是自己看一下屏幕。 看来,隐藏一部分事实,竟然真的有可能带来完全相反的效果。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陪伴,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 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